就为了申请很多件不同大学的奖学金 然后最后INDI给我的是最高的 所以我的费用其实基本上已经抵消到完了 我的名字是陈怡婷 我来自把神 我现在在INDI书班读Degree in Marketing 我的妈妈是一位癌症康复病者 然后我的爸爸是在做Salesman 然后我哥哥已经毕业了 也是正在工作 就那时候还蛮害怕 就因为妈妈突然间得癌症 肯定会害怕 他是在好像是在高二的时候 还是高二的时候 就是确诊癌症 因为他的身体还不适合得好 所以需要学习 我的动力应该就是想要努力 然后以后找到一份好工 然后能够赚短一点钱 然后养抱我妈妈 为了上大学 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很努力 就想要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然后拿一个更高的Saleship来进大学 因为家里负担不起太高的学费 因为大学很贵 我事先申请了奖学金才进了INDI 就我申请的时候是 其实我算是一个很特别的case 就是我事先申请了奖学金才进了INDI 就其实我们我拿的这个奖学金 现在得到了60%然后就决定了进来INDI 前两个Saleship的时候我也有去就是做part-time promoter 就自己给自己平时的费用 就父母不需要担心我的费用 觉得INDI的环境还不错 然后它的图书馆也符合我的要求 我有参加中华文化学会 然后就有得到了一个机会就是成为其中一个event的committee 就能够学习奖办一个event啊 然后也可以学习到跟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之类的 如果你家境不是很好 然后你想要继续升学 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去留意一些每个大学的一些奖学金 然后制定自己的计划 然后努力朝向这个计划 不要放弃每一个机会 我相信你一定有机会可以拿到奖学金 加油 然后感谢我的父母 就是一直以来就很支持我 不管我做什么 他们都一直很支持我 然后很照顾我 然后也不会给我特别大的压力 然后就想跟他们说就是我要毕业了嘛 然后就以后我会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然后赚短一点钱 然后换我照顾好 看我照顾好 也带aron dag